可以看到25號清晨時分 一大片重達百公斤的鐵皮屋屋簷 連同支撐用的小鋼架 一起從四層樓高度墜落 而地上這些殘骸 就是位在基隆市和平島附近的 知名網紅集點彩繪屋 彩繪屋平時有不少遊客前來觀賞 此次掉落的位置 就在平日人來人往的彩繪屋步道 所幸當時沒有人在現場 但是事後經過的民眾直呼 這種太誇張了啦 台風外圍環流肆虐 依然交不惜中外訪客的熱情 當地民眾表示 這一排彩繪屋 因為屋齡都超過一甲子以上 房屋老舊 加上為了應付基隆多餘的氣候 都有加蓋鐵皮屋 早就已經年久失修 安全起見應該來個總體檢 否則相當危險 而基隆市府則表示 會要求該動房屋所有全人 針對外牆頂樓加蓋等 加強安全維護和改善 避免發生意外 請下一個噢兩下 請下一個噢兩下